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州政府还拖欠联邦政府2亿1658万令吉的债务 哈斯林是在柔州议会答复民主行动党利明达州议员陈振村的书面提文时呢 如此表示 他说如否州政府在2020年的行政开销为16亿6364万令吉 对比2019年的16亿7710万令吉呢 减少了1346万令吉 而截至2021年7月31日为止 柔佛州的统一户口有47亿6707万令吉 其中 统一税送户口为14亿2780万令吉 以及统一信托户口为33亿3922万令吉 统一借贷户口呢 则为零 接着大臣在柔州议会上说 柔佛州政府将成立一个由柔佛州的反对党领袖议员州政府副秘书 各联邦和州政府相关机构领袖参与的特别事务委员会 负负责对罗佛州在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呢 和经济各方面提供政策建议 他说 我国目前正处于冠病疫情的关键时刻 因此啊 有必要扩大政府的参与度 反对党议员的参与呢 对民主制度起着正面的作用 秉持以上的原则呢 州政府将采取几项特别措施 包括为所有的州议员呢 提供特别拨款 拨款将是持久性及制度化的 以应对各选区人民的需求 若有一天换了政府呢 希望这项政策也将继续存在 接下来关注敏锐的封面专题 学生在疫情期间居家上网课 不免需要长时间面对电子产品 加上这个年龄成的孩子啊 处于眼球发育的重要阶段 若不好好保护眼睛 很容易被进视早上 往后的日子与眼镜作伴 就后悔莫及了 学生家长向新洲日报 大柔佛社区报申诉 这世代的孩子啊 已经离不开电子产品了 往往会积不离手玩游戏 加上疫情无法到学校上课 更能名正言顺的使用电脑和手机 但孩子已经开始出现了私立问题呢 这些情况都让家长悲感忧心 另外 受访的眼科医生和眼睛界光学师表示 这期间上门求诊的眼疾患者呢 有所增加 大部分是上网课的学生 所以啊 家长必须要注意孩子的眼睛健康 让孩子多做运动 减少使用电子产品 并传授保护眼睛的小知识 新闻最后 发动一名售卖经济面的女小贩呢 确诊冠病 却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疫情 他在脸书贴文告知亲朋器友表示 虽然已经施打了两剂疫苗 但是呢 还是阳了 54岁的女小贩李立芬受访时说 她是在昨日下午20左右呢 失去嗅觉 便立刻前往当地一家私人诊所检查 检查结果呢 呈阳性反应 她表示当务自己呢 是休息 也会以满满的正能量来对抗冠病 希望自己早日战胜病毒 恢复健康 她也对她 还有一对与她有接触的亲朋器友和顾客 说声抱歉 并嘱咐他们呢 一旦出现不适 应该马上看诊 另一方面 巴东公共巴萨一对姐妹鱼饭 确诊冠病 两人早在一个半月前呢 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 目前都属于轻微症状 为安全起见 该于当值日起呢 暂时关闭一个星期 所有员工将进行冠病检测 确保无恙 感谢收看 更多时序动态 请继续留守 新周日报 新周网 请继续留守